来看昨天上午随着四架大兴民航客机先后平稳降落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顺利完成首次真机是非任务 而这也标志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工作重心 正是由基础建设转向准备投运通航阶段 上午9点30分 一架南方航空公司空客A380飞机 平稳降落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一跑道上 随后东方航空公司空客A350-900飞机 国际航空公司波音B747-8飞机 厦门航空公司波音B787-9飞机 也先后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二东一西一跑道降落 这标志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完成首次真机验证 飞行程序试飞正式拉开了序幕 试飞工作是我们民航专业工程行业验收 和取得民航机场使用许可的一个先决条件 试飞工作是对飞行程序和地面运行程序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检验过程 根据计划 5月13号开始进行的是基本试飞 测试一般保障情况 8月将开展机场低能见度专项试飞 8月9月将开展全面试飞 今年9月30号之前投运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 渝阀镇 李贤镇和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的交界处 按直线距离计算 距离天安门46公里 距离首都国际机场67公里 距离天津滨海机场85公里 距离廊坊市中心只有26公里 为适应吞吐量需求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远期规划了7条跑道 本期建设4条 轨道在航站楼下方设置了高铁 地铁 乘铁等多条线路 正在建设中的五纵两横立体交通网 将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核心 打造京津冀交通圈 预计通达雄安新区只需要半个小时 按照设计 到2025年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将达到7200万人次 远期旅客吞吐量将达到1亿人次 未来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和首都国际机场 构成双枢纽运行的格局 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 形成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